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以50岁为例来讲 那它发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比率上 大概是这个30到34岁的这个1.7倍 根据国民健康署统计 女性子宫颈癌发生率随着年纪增加 呼吁3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 每年做一次子宫颈抹片检查 早期筛检治愈率高达9成 如果放任不管不仅威胁生命 治疗过程可能更加辛苦 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得到癌症的 都是之前没有中抹片 等到一发现的时候已经到癌症的程度 那变成癌症会怎么样呢 有的子宫可能要切掉 或者甚至还要化疗 要电疗 这个对健康还有生活品质影响都相当大 那你如果在癌前病变的阶段 就抓到你的问题的话 早期的治疗跟处理 可以让你非常的简单 可能做一个手术 这个手术甚至不必住院 那后续只要追踪就可以 子宫颈癌大部分是经由性行为 感染人类乳突病毒 除了有性经验的女性 并需要做定期抹片检查 国舰署也针对国中女生 施打HPV疫苗增加保护力 目前正在研议男性 也要加入施打对象 希望在2030年 达成世界卫生组织 消除子宫颈癌的目标 这个从过去女性死打死癌里面的第一位 那么能够降到现在的第八位左右 那么发生率也掉出了10名之外 可见这样的一个政策 对于我们防护 保护我们女性是非常有效性的 子宫颈抹片检查 能有效降低癌症发生率与死亡率 分析过去两年统计资料 因为子宫颈癌死亡人数已经下降7成 显见早期治疗效果 医师呼吁女性朋友定期筛检 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